OK 那 你現在從這邊來測試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跳了之後回不來 對不對 因為你點過去了 它就跳過去了嘛 因為我們是GoTo很停 Stop的 就停在那裡 所以如果要回來的話 是不是要給它一個按鈕 那我們就來增加一個圖層囉 這個我增加一個圖層 這個比如說我叫Back 回來的 那請問你 大家回來是不是都回到同一個地方 對吧 都回到第1格 所以說你找一下右手邊 這裡面有 那個也是按鈕啦 只是這裡有一個 回去的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動畫的 飛行球 有沒有 都跟我們剛剛做按鈕一樣 那所以呢 你這邊我先新增一個元件 那我一樣是要做按鈕 我要做Back 我要回來的 好確定 好 一般的 我就給它什麼 圖像的 不會動的那一種 這個 好丟進來 好了OK對不對 好那 在滑入我就按 操入關鍵格 把它換成誰 是換成會動的 後面有一個m的那個 這個 會動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 這裡是不是要變 這裡一樣把它變 影片片段 那這樣就OK了 感應區這邊都不用沒關係 好了之後 我就要把它 放回來了 好把它放回來 放在哪 放在第2格以後吧 要不要放在第1格 你本來就在第1格 在back也是第1格 好所以 你在這邊 因為我要放到後面 所以 這裡有沒有關鍵格 恩 真言 這裡有沒有關鍵格 沒有對不對 所以 你按右鍵 插著關鍵格 你了解齁 你如果沒有的話 到丟進來 它會放到第1格去了 好那我現在就把我的 這個 這個 欸 back 怎麼沒有 我告訴你 喔糟糕 好 我點到它 我把它丟進來 假設我放在這裡好了 OK嗎 那 你只要丟出來就好 為什麼 因為你注意看一下 上面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丟出來 預設後面就會都一樣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都有出現 這個就是back 好 所以 我只要丟1格就好 我不用每1格都丟 除非你要針對每1格都是 去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 去的都同1格 所以我只要給它1格 這是後面4格共用同1格 我只要針對這個按鈕 設1個動作就好 了解意思 好 所以我現在設好 丟進來之後點到它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打開 GOTO END STOP 是不是在第1格 這樣這裡就不用改了 所以我們現在再試看看喔 控制 測試影片 好如果你點了這個 那我按它 滑過去它會動嘛 變成會動的 有沒有回來 這樣OK的齁 所以因為我的按鈕 這邊一直延伸 延伸過去 所以其實 每一頁所看到的都是同一個 還了解齁 所以動作我只要設一次而已 不用設那麼多次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然後 請按到這個 去年 拚子